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今天我们来聊聊天称座真心爱上你后会有哪些表现 一 变得温柔 天称座平时表现得比较高冷 并且好强 只有天称座喜欢的人才能看到天称撒娇 卖蒙 温柔的一面 二 肯定你的一切 天称座爱上一个人 从来不会吝啬再美 如果天称座总是夸奖你 以及跟身边人显摆你的好 那么不用怀疑 天称座喜欢你 三 拒绝其他暧昧 天称座在没有喜欢一个人之前 他们不太会拒绝其他的暧昧 当然除非对方整个人都特别糟糕 不是天称的菜 天称座只会为治愈心间的人 去果断拒绝其他暧昧 四 不排斥你念他 天称座是一个不喜欢另一半太过于黏人的星座 但是如果是天称座喜欢的另一半 天称座虽说嘴上会各种嫌弃 但是还是会欣然接受 如果接受不了的话 天称会很不耐烦 或者直接原地爆炸 五 制造浪漫 天称座是一个追求美好事物的星座 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他们更是喜欢制造一些属于两个人浪漫美好的回忆 六 他想成为你的偏爱 天称座平日里算是一个无欲无求 很佛系的星座 当他们爱上你以后 就会想要争取 成为对方的偏爱 七 变得温暖 天称座在大部分关系里追求平衡 别人怎么对他们 他们怎么对对方 有来有往 从不有失偏颇 但是如果是天称喜欢的人 他们会恨不得耗尽自己去温暖对方 八 双标又护短 天称座在大部分时候喜欢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 客观地去看事实 只有天称座在意的人才能享受到天称座的糊涂子 以及天称怎么嫌弃都不为过 其他人就是不能说的双标 九 特别信任你 天称座的人不是个疑心病重的人 但也不是会轻易相信别人的人 只有天称座心里的人 才能得到天称座的绝对信任 你说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 所以千万不要轻易摧毁这份信任 十 注意细节 天称座平时生活中不是一个太注重细节的人 大部分时候他们表现的都是不拘小见 遇到喜欢的人他们就会变得很细心 很用心 而且会特别注意跟喜欢的人相处中的各种细节 十一 会照顾你的情绪 天称座自身是没有太多情绪的 或者说他们习惯了弱化自己的情绪 如果是喜欢的人 他们就会很细心地捕捉对方的情绪 做到尊重并照顾好对方的情绪 十二 变成了逗逼 天称座很多时候是端着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看到优雅的天称座 只有在喜欢的人面前 他们才会表现得比较逗逼 因为天称觉得跟你在一起开心 他们可以放飞自我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